大家好 我们节目一直都有明星助理官 但是好像印象中都是女艺人 对 好像女艺人天生对恋爱相亲的事 关注度比较高 其实并不是 也有一些男艺人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 有请我们本期明星助理官杨宗伟 好开心 我们的歌单来了 美好的 你好 谢谢 你也喜欢杨宗伟的歌是吧 我的歌单是这样的 其实都没有 这一路走来 初爱 洋葱 空白格 一次就好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谢谢你 能有个请求吗 可不可以听您在现场唱几句洋葱 我唱我自己写的词 好 其实都没有 其实都没有 也很好 也很好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 自顾地走在路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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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没修音的 现场唱的 开心 非常高兴 我从来也没想过 我在卡拉OK唱他的歌 有着面对面 很好 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 问答案件 是 好 第一个问题 你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千和 千和高端酱油酿造专家 买酱油 选千和林天佳 接下来进入千和林天佳酱油 真心问答环节 你那么多歌当中 有没有一首歌 有没有一首歌能够比较恰如其分地 能够形容你的情感状态的歌 目前的情感状态吗 因为我现在目前是单身 其实都没有 也可以 有没有 这个歌词就还蛮应景的 对 要不然我还有一首歌叫做 因为单身的缘故 那是什么缘故呢 其实也没什么缘故 就是缘分未到 对 对 你的歌其实我真的有去 会唱一些不多 真的吗 真的 你想不想替我唱 想 你们想多了 桃园 那个 看过我们节目吧 看过 对 不是跟我客气是吧 真的没客气 因为我自己也蛮常看一些 相亲类的 对 这没什么 对 我觉得 这本来就没有什么 你们为什么这样笑 对啊 为什么大家 这很正常啊 对啊 上次王妖庆来 他也看到 是啊 对啊 好多人都很关注这节目 对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你的歌感觉都挺苦的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事 我本身其实没有经历什么事情 其实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 但是我自己认为说 喜欢跟爱情是一份很甜美 而且很美好的事情 下面一个环节尝一尝我们给你准备的一点小美食 好 谢谢 重点是尝一尝我们千和零添加酱油 嗯 好吃 重点不是鸡 重点是酱油 好吃吗 非常好吃 真的 好 欢迎杨宗伟 谢谢 谢谢 来看一看我们场上的老朋友们 一号家庭 大家好 我是嫣然 我又来了 我回去了之后 也看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然后我就进行了一下反思 可能是在大多数朋友的心目中 像我们教师的家庭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古板和严肃的 然后我们教师家庭确实是有高要求 但是我们的高要求是来约束自己 并不是去限制别人的 所以说将来我的男朋友如果到了我的家里 应该是会很轻松也很幸福的 然后上一次我的妈妈和小姨可能 有点严肃 由此我带来了我的旧兵 我的旧妈和朋友 大家好 孟菲老师好 我是然然的好朋友 看了上次节目呢 我觉得我们家然然表现特别棒 她这个没有成功牵手的原因呢 是男嘉宾太没有眼光了 然然别灰心 这次我来陪你 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知道珍惜你 爱护你的男嘉宾 谢谢 好的 一号女嘉宾给人感觉就是甜甜的 特别温柔让我相信我们的山楂树下 山楂树下百分百 山楂果汁就像我们的女嘉宾一样的纯真 欢迎你们 来 四号 大家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李怡云 这个就是应该那个舞蹈老师 对吧 她瘦瘦的 我对她有印象 上一次在节目里没有牵手成功 可能是自己有些观点表达的比较委婉 因此今天会尽可能表达清楚 如果遇到心动有演员的男嘉宾 也会毫不犹豫努力争取 谢谢 大家好 孟老师好 孟老师好 我们上次没有牵手成功也是很遗憾 但这次呢 我们还是依然会坚持我们的择偶标准 然后多尝试 多看看 欢迎你们 五号家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高门女孩 丹丹今天我又来了 今天希望收获一枚内心长大 不惧罚我身高的男嘉宾 希望男嘉宾可以发现我 其实是一个温柔可爱 善解人意的小女人 你爸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一次 大家好 上一次我和一个男嘉宾 进行了服务层的PK 展现了我们男人之间的丽一眉 可是是不是因为太刚老 我要女儿秘密欧牵手成功 这次我准备来一点文艺的 把今年女儿过生日了写的一首诗 分享给大家 好 只盼雨林高飞 唱辽阔 踏拼锦记 无奈何 愿我不颠 愿我不吃 为啊 宰舞宰歌 宰舞宰歌 好 谢谢大家 别说这个老丈人在家里面很欢乐的这种 五号爸爸给我留下的印象 就是上次来那个比那个火撑 特别有活力 送了一瓶君尧未动力 待会儿你再跟男生PK一下 哎呀 味道不错 君尧未动力一升圆和乳酸菌双活力 零添加色素 零添加防腐剂 零脂肪 让你放心的又活力 更有劲了 三位家庭 请就位 加油 加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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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依云 然然 天然 对 铅河 高端酱油 酿造专家 买酱油 选铅河 林添加 有请二号家庭 都说不是一家人 绝对不进一家门 能当欺验 那是今生修来的不分 一个天下方的 这个阳气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是二号家庭王伟静 我今年27岁来自于新疆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前在新浪微博工作 我来这个节目是因为 我经常在热搜上 看见咱们节目 然后看到那些小姐姐都是 一个人独自美丽地来 但是带着一堆人热热闹闹地走 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值 我希望长得男嘉宾呢 男子气足一点 有自己的思想 希望是棋逢对手 然后共同进步 这个女孩很大方 性格很开朗的那种 爸爸妈妈说男爵 孟老师好 大家好 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晋晋的爷爷 老爷 晋晋响应国家的号召 然后到了新疆 开发新疆 建设新疆 成为了江一代 然后我和晋晋的爸爸 就成为了出生在新疆 扎根在新疆的江二代 我们常年生活和工作在祖国的边陲 我们一家三口 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团聚 这一次呢是近六年来第一次非春节时候的团聚 我和他爸横跨了大半个中国 绷绷了十一个小时来到这 就是想一家子三口人 真好 人整整齐齐地参与晋进的终身大事 这个家庭的氛围很好 我对未来女婿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品质要好 只要你品质好 我女儿喜欢 然后既她外在的条条扣扣 那都不重要 我从咱们遥远的新疆 带了一点当地的土特茶 想请孟老师和在场的观众集品品尝一下 可以吗 谢谢 我拿一个这个 奶酪 奶酪 谢谢 谢谢 请多关照 谢谢 请多关照 新疆基本上 基本上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 94年在布尔金县 我还认识了布尔金县文工团的一个女生 哈萨克族的一个舞蹈演员 那个女孩的名字我都记得叫贾纳尔 她当时应该是18 9岁 一晃一晃这么多年 从再也没有见过 也没有任何联系方式 过了快30年 我还记得那个女生的名字 叫贾纳尔 一个跳舞的舞蹈演员 她又在现在听到 估计哭出来 她现在听到 她也想不起来 当时那个扛摄像机的 就是现在说这个话的人 还有头发呢 对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头绣发 好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你好 你好 本嘉宾由深盖网推荐 有请3号家庭 我身材好好啊她 孟姨也好 各位嘉宾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于梦 我身高172 我毕业于华东较大 现在呢是一名古装学院的 古装老师 啊 古装老师 跟我同行 对 一号 也是古装老师 对 也是 跟我同行 我们这儿有两个古装老师 待会儿能不能PK一下 我来自杭州 我的性格也是 温柔大方 实大体 我个人觉得 有理想有抱负的男生的话 会比较能够征服我 也喜欢世界上有野心的呢 在感情里面 我最忌讳的就是 对方会对我使用冷暴力 我也不行 如果对方对我使用冷暴力的话 超过三天 那我就可能会跟他拜拜了您呢 我听有女生说 三天不联系 视为自动离职 对 自动离职 阿姨和妈妈 孟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与孟姐姐的婆婆 我没听懂这个关系 我媳妇是她大女儿 是她姐姐 你就当我听懂了吧 孟老师 我们两个是从亲家母 认识到现在相处的是好姐妹 她也是我半个女儿 所以说我今天过来跟她加油 好的 妈妈说两句 孟老师好 今天来的相亲大会 为我女儿找对象 我也没有什么更大的要求 只要男孩够努力 够优秀 我女儿喜欢 我这就OK了 欢迎你们 你好 龙卫老师好 请坐 都记起你们的名字了 都刻在我的心里 真的 嫣然敬畏 余孟 伟敬 一云 一云丹丹 对 有请六号家庭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好可爱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淳于老师好 我是来自六号的家庭的女嘉宾 金英格 今年24岁 来自浙江湖州 24 还很小 研究生呢 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管理学专业 现在我在上海的一家世界500强外企做管陪生 今天呢我希望可以牵手一位有上进心 有包容心 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情和我掰扯的男生 请大家祝我好运吧 谢谢 这是小姨和妈妈 大家好 孟非老师好 这次我们来到新乡亲大会 我们家是驻足了功课的 每天晚上锻炼一个小时来保持好的一个体态 精气神更好一点为了上台 太厉害了 我找女婿跟找儿子是一样的 希望你沉稳大方 天浪大度 甘当大气 我们家欢迎你 好 最后 孟非老师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您说 我是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孟非老师 做好准备音乐曲 所以我想今天 抱抱你可以吗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太优秀了 谢谢 谢谢 欢迎你们 欢迎 所有家庭请就位 中伟 你好 你好 女生当中有没有你想跟谁交流一下子在你旁边 我都想交流 我都想交流 你都想交流是吧 对 因为 有没有你喜欢的吧 如果有也不要紧 只要人家同意 我倒不反对 愿意 愿意 因为今天是要帮他们 帮他们就是做这个相亲的这份工作 对 不是工作了 就是相亲的这个任务 就是工作 就是工作 任务 任务 对 你待会在你们这个二现场 你跟这几个女生多沟通一下 好 她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及时跟我沟通的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跟我说好不好 好 没有问题 随时做好准备 我们开始节目了